好主播 刑事警方日前是破獲了暴力討債的案件 一共是逮捕了九人刀案 而主席是有幫派被警的33歲的孫姓男子 他自稱自己是竹聯邦紅人會台北分會的小組長 而且過去也有涉及多期的暴力討債的案件 上市在去年7月的時候 他也借過勒索被害人 他說對方要把他的小弟挖角 因此是在台北的林森北路酒店要他過來復約 而對方是帶著妻子和朋友一起來復約 沒有想到這三個人就被二十幾名黑衣人亮刀 甚至還徒手毆打 最後是等到這些二十多個人 他們喝醉了之後才趕緊自己逃離現場 像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有叫小弟去公寄的現場討債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被害人 他其實是積欠了1700萬元的賭債 但是他生錢是還不出來就已經往生了 但沒有想到我這個嫌犯 他是先追到他們家去攔下了他哥哥的車 拍窗要求他還錢 這個哥哥也是嚇得報警 沒有想到這群人隔天就出現在這個公寄 現場帶了好幾名黑衣人小弟來鬧事 當場是被警方壓制逮捕了 而過去其實像是在雙北地區 樹林 桃園都有他們這個暴力討債的跡象 那今年警方這個掃黑行動 是接到這個主賢的租屋處去找人 也逮捕了他和小弟一共是9個人 現場也查扣到了像是這個 開山刀 鋁棒等等的證物 將他們一防害自由罪嫌移送偵辦 以上就要到新鮮 玄庆桃的展直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